深圳的文化精品创作 享誉世界 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 任文宋在联合国总部成功演出 这件事情还要回溯到2006年 怀着对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深圳市委宣传部 开启了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 任文宋的创作之旅 素意其稿精心打造 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 任文宋终于在深圳诞生 任文宋将儒家文化 以人为本的理念发扬光大 张扬人的生命价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其装置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观念 2013年9月21日 国际和平日 那一天我正式带队在联合国交响文的总部 巴黎 任文宋在巴黎联合国交响文组织总部 隆重登场 受到观众的热烈的欢迎 他们听到了来自遥远的东方的和平之声 这个和平之声感动了巴黎 感动了世界 接下来任文宋还走进联合国总部 走过三大洲 成为深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的世界 谢谢